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杀了潘金莲和西门庆等连环事件 最终成为了两伤好汉 可是这只是小说家写的罢了 历史上的武松确实有这个人 曾经担任杭州都头 后面被提升做了提侠 当时蔡金的儿子蔡云 当任杭州之府 然后倚仗蔡金的权势 开始霍国殃民 开始乱来了 然后百姓就对他怨胜载道 然后背地里偷偷送了他一个外号 叫做菜虎 那武松看不惯他的所作所为 正人君子嘛 然后一气之下 打死了这个菜虎 后来因为武松寡不敌众 被官兵抓住了 最后呢 惨遭重刑 死于狱中 哎 这就是历史上 武松打虎的故事 达芬奇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 著名人物 呃 你以为他是个画家吗 他当然是个画家 因为他有蒙娜黎莎 最后的晚餐 严谦圣母 等等等等一些非常著名的绘画作品 所以他当然是个画家了 但是达芬奇 他不只是个画家 他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全才 他曾设计出飞机 导弹 甚至航空母舰等 很多很多的模型 而且这些东西呢 都是在他逝世以后 几百年 才发明出来的 而且他本人呢 除了众所周知的艺术领域 享有盛名以外 还在科学 机械 医学 考古 建筑 军事 水利 地质等领域 都会有非常不错的发展哦 超级玛丽这款游戏 相信大多数人都不陌生吧 游戏中的主角 马里奥大鼻子 留着胡子 身穿背带裤 头戴一顶帽子 那他之所以一直戴着帽子 是因为作者觉得画头发 太麻烦了 2016年10月17日 7时30分 中国自主研发的神舟11号载人飞船 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 圆满成功 并在飞行33天后成功着陆 看着中国航天事业的突飞猛进 不由的想问大家 你知道人类历史上第一位航天员是谁吗 可能有的人会说 是前苏联的宇航员佳佳琳 其实还有比他更早的 在中国的明朝 有一个叫逃城道的官员 他呢希望可以在天上翱翔 为了实现梦想 他坐在绑了47只火箭的椅子上 手里啊拿着风筝 想利用火箭的推力 加上风筝的力量飞起 结果火箭刚飞起没多高 就发生了爆炸 逃城道呢 也就为此献出了傲贵的生命 早上睡醒后 第一件事情要干什么呢 有的人是拿起手机看看 有的人先去洗脸 有的人先去刷牙 有的人先去上厕所 这个呢都不同意 但是呢 在这一点上 蚂蚁们就和我们不同了 它们每天睡醒后 都要挠痒呀 蚂蚁每天醒后 都要用触脚在脚关节处 涂抹性吸塑 涂抹的过程啊 看起来就像在挠痒 好了 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趣事畅谈知识多多 时间太短 下期再说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за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